婆婆!我做隊長! 可以嗎? 她有一個很疑惑的眼神看著你 你真的決定給小朋友做隊長? 你幾歲? 我八歲了 我八歲了 我很大 八歲? 我做隊長 你知不知道隊長是甚麼? 隊長就是我走前面 你跟著我 你跟著我走 不如我們先抱一抱大家的年齡 好啊 那真人先生多少歲? 我十八 我十六 十八 怎麼看都不可以 你好啊 我把我的手伸出來 握你的手 握真人的手 你好 我護帝想握你的手 你好你好 我也要握你的手 我就是要握你的手 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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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N...O...I...R 幫你寫字 對 寫好還是不會字呢? 我寫字 可能是寫字一個名字 我... 我... OK 幫你寫 E...N...N...O...I...R OK 謝謝姐姐 不用客氣 一字一元 我沒錢的 那你自己寫回 我幫你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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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 我叫Arky AKI 我的 姐姐呢? 十六歲方寧少女 你多少 你的名字是... 我叫Historia Historia Historia姐姐 你現在到底是誰做隊長 嘩 Historia 那個老太太又再說 你們其實知道一個組隊 要什麼... 呃... 職位嗎? 有什麼職位選啊? 其實呢 一個組隊呢 就有三個職位的 第一個呢 叫隊長 我拿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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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我可以專心聽我說話嗎? 不好意思 我繼續說 有一個職位叫隊長 一個職位叫配圖師 還有一個呢 叫行李管理員 你知道會做什麼嗎? 行李管理員 是管理行李的 嗯...非常好啊 你不做錄音機 真的浪費了 不要做旅行者啦 哈哈 你又笑什麼啊小姐 我現在認真的 哎呀...哎呀... 真的不好意思 突然間 可能... 被... 被太太你的耳環殘了一殘 就覺得 突然很開心 嗯... 那... 我簡單介紹一下 反正都是我的職責 那隊長是做什麼呢? 那個小朋友都說了 他走邊你走邊 因為呢 隊長的決定呢 最終決定權 那個隊員呢 就要遵從回隊長的指令 鬼圖師呢 其實就是一個呢 找路的專員來的 迷不迷路就靠他的啦 通常找個智力高一點的人去做的 最後呢 就是 遲些你會去到一些不同的旅行的時候呢 你就需要 管理好你的食物啦 喝的水啦 或者是一些 呃... 睡覺時需要的裝備呢 都是由他去管理的 總之就是什麼都管啦 明白嗎? 明白嗎? 我常常不見東西喔 我應該做不到行李管理員喔 是...不怕 我剛剛想到 我剛剛想到 我想行李管理員這個職責 應該不可以給你做 看你這麼小 你應該到處掉東西的 對啊 不要緊 如果行李管理員的話 本小姐應該可以的 因為... 其實我呢 本身... 都帶了一匹馬 就放在外面 那去到有些位置 是可以放到大家的行李 應該都沒問題 這位小朋友 會不會... 畫地圖呢 現在做到... 唉唷... 我立刻給你看 立刻給你看 我用 黃色啦 紅色啦 綠色啦 藍色啦 紫色啦 橙色啦 綠色啦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在畫彩號 你在畫地圖 哈哈哈哈 還有你何來這麼多支筆的 等一下 你偷回來的 小朋友 小朋友 可以拿的嗎 我指著那個... 給小孩子畫畫的那個桌 喔 OK 那個... 是不是每個桌子 他在幻想著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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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多一點... 給多一點眼色筆我 小朋友 不要騷擾人家 一會兒 那你現在誰是隊長啊 他已經開始投入了 很久所返iram 你這樣做 我做隊長 是 可以啊 可以啊 嗯 你... 不要拿這麼多支 只要拿就夠了 好啦 嗯... 隨便啦 如果你喜歡他們就選吧 沒有需要 我選擇綠色 黛 riders 都會存好 ok ok 你把這支筆帶上去是不是? 這支筆是不是在這裡還是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 好嗎? 原來你本身是沒有筆的嗎? 我想知道你創國的時候是沒有筆的 很漂亮 很漂亮 你拍回來的 算了 妄再追問了 他被人搬家 大家就看著他拿著筆帶走 是我們起行走 立刻被人搬家 ok 好 然後那個女人就說 現在正式介紹一下我自己 你想當我叫得閒修夾 你笑什麼? 小姐你很喜歡笑 我叫Historia 你好啊有空收夾小姐 你的耳環很漂亮 你說第二次我明白了 不如我們盡快做好手速 你不用看到我我也不用看到你 好啦 我們快點燈光完之後 快點去看看有什麼任務可以做 好 那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現在 你的隊伍的Ranking是什麼 是不是最高呢? 對呀 如果從最尾數上來 你就是最高 唉 沒有啦 怎麼判定啊 讓我解釋給你們聽 才是我的工作 其實呢 旅行者有不同的級數 由最低的銅 下一級的鐵 然後再升一級是銀 金 白金 鑽石 最後呢 就是我們至高無常的勇者級 估計大家都是一些新的旅行者 所以你們是屬於同級的旅行者 你們才可以接到 同級或下一級的任務 所有的任務子上面 都會有顏色的徽章在那裡 那如果你們接的時候 麻煩大家看吧 不要不自量力 我們是不是所謂的銅牌仔 其實 我們就是銅牌仔 我們的短名就叫銅牌仔 OK 你改的 銅牌仔 那我們就寫下了銅牌仔 不要 做了 做了 之後再升級上去 就叫其他名 這樣 不是 好像沒得 沒得改的 不好意思 有空收拾一下 他已經不理你 已經遞了 遞了一個銅牌給你 各位 寫著黑住了 叫做銅牌仔 哈哈 那就給了三個兩者 拿去吧 那我們就放下了給你們 在桌面上 你們可以 戴在手上 或者戴在頸上 一塊薄薄的 用銅做的牌仔 他有一條鏈褲帶給你的 他可以 一個像鮑魚扣一樣 扣著 你可以當頸鏈賴就可以 如果扣緊一點 就可以變得手 放在手上 我戴在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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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繼續說 他就說 現在呢 銅牌的任務 只有一個 旁邊 陳伯 他弄傷腰骨 近排 剛剛弄傷了 就是那個蘿蔔的收成期 他現在想找人幫忙收割 新手的旅行者 應該可以處理到 你們去幫幫他 沒有其他就沒有給你們了 我還想幫他推拿 我還想幫他推拿 我去收蘿蔔而已 簡單 收蘿蔔沒問題 他就結了一聲笑 你終於聽到他笑了 你們做得多才算 順帶一提 如果大家想晉升的話 只要做足夠的同任務 你們就可以升上銀 大前提是你們先生存到 要做多少 你們就自己慢慢陳伯 要做多少才升銀 就看你們的表現 還有委託者對你們的評價而定 那即是要幫他按摩一下 好 那我要去彩羅伯 彩羅伯 你們都喜歡彩羅伯 你們都喜歡彩羅伯 我們知道要去哪裡嗎 對 有沒有地圖 地址 任務的資料 幸好你們都會問 然後他就說 待會你出了這個公會之後 一直向南走 走到一個村的盡頭 在森林之前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農田 陳伯家屋在那裡 龍打蜜月會逢 星期三晚上6點準時播放 這個系列我們是用愛做出來的 而我們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Like這個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